会有危险吗 来 小丑灯灯了 ok 现在我们是在铲除警长的带领之下 要去找维修电梯的三个零件 那么这边是有三个房间 但是只有一个房间可以打开 这个里面好黑啊 有一盏灯 但是前面很黑 哎 铲除警长怎么不过来呢 啊 等等等等 闷怎么关了 等一下 铲除警长跑了 我看不见他 蹦起来才能看到 铲除警长 去哪里了 啊 什么 一条蛇 看一下 看起来他的样子好奇怪哦 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像一条蛇哎 会有危险吗 来 小丑灯灯 哦 居然是小丑灯灯 不过他的速度挺慢的 但是这个门不开 对 哦 铲除警长 哎 等等等等 这什么情况 哦 他害怕铲除警长哎 他是个弄成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苦笑 提示我们要赶紧去拿到链剑 哦 这只小鸡啊 之前做了一些视频 我叫他小鸡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可爱的 但是有兄弟们说 这只小鸡的名字叫比克 因为参数警长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等等啊 我了解我的敌人 我们被跟踪了 什么情况 这些通风口 捧路连接 是完美的陷阱哦 我们有办法分辨出 哪些是伪造的吗 我们就需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 好 原来是这样啊 比克可以探索到危险 他会报警 所以 我们只需要把比克抓起来就可以了 这里一共有三条通道 然后 然后有个神秘的敌人 躲在通风口里 哎 报警了 哎 这个残出警长跟在我后面跟着挺紧的 他为什么不去前面给我探路呢 哎 又不是啊 再看一下 哦 这个是安全的 哎呦 报警了 我明白了 残出警长可能是要在后面保护我吧 哎 这个没有 这个是要小心一点 走到 哦 走到第二个通风管道的时候 如果有危险的话 比克小鸡 他就会提醒我们 然后我们就还条路 但是这个残出警长跟着我后面跟着好紧好紧哦 他可能是怕被敌人偷袭吧 喂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残出警长的背后好像 有一道伤疤 你们注意到没有 也许残出警长的这个皮套里面是躲着什么 奇怪的东西 只是现在还没有展现出来 可能吧 哎 好像我们快要走到终点了 这条路很长 应该是要进对面的那个门 再稍微的稍微的 忍耐一下 难度没有难度 只要知道诀窍 然后走路的时候慢一点 前往不要冲 冲的话就有可能 小比克啊 小比克他反应不过来 他就没有报警 那么 我们应该会被神秘的敌人被击杀 是吧 神秘的敌人是谁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是吧 就是我们的蓝色小蜘蛛 从一开始的游戏设定来说 他就一直是那种尾随型的 是吧 尾随型的 那么到了第四章里面 他还是尾随 哦 对第三章里面 他好像被 绿色巨物吧给打晕了是吧 哦 这里他又醒过来了 然后继续尾随 很奇怪 哎 这个位置居然还有一盘录像带 录音带啊 这是录音带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录音带 还可以播放视频文件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控制那个通风管道里面的温度的 然后我们把它给关掉了 这样蓝色小蜘蛛就不能呆在里面了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不需要使用小比克来探索危险了 是吧 对 绝对是这样 哦 这个蚕虫警长 好 好鸡贼啊 来的时候让我在前面走 回去的时候安全了 他就自己一个人走 你看你看看 就他背后 你看有伤疤 然后这么长的伤疤 肯定 他这个皮套里面说不定就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哎 他到底要走哪去啊 走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之后呢 我们回到了起点就是一开始我们被探索警长 审问的礼拜 然后在这边探索警长上电梯了 然后要我把手中的部件放入电梯里面 对了我之前也介绍过了我们要找三个零件 然后现在就是找到了一个墙上有一些那个招贴话 啊 模仿那个海贼王里面的那个通缉令 是吧 你看 接着我们又要回去坐电梯了 哇 又要走好长好长的路 不对 我好像要先去找袋鼠皇后 找袋鼠皇后 他那个桌子上面有一张钥匙卡 哎呀 拖时间 又浪费了我们不少退款的时间啊 真的是 很鸡贼啊 坐着很鸡贼 桌子上面这张卡居然是 要等袋鼠皇后说完话之后才能呢 然后他说这边有一个老朋友也躲到袋鼠王国里面来了 我们 我们需要去找那位老朋友 你们能猜到那个老朋友是谁吗 我觉得你们应该猜得出来吧 我相信你们猜得出来 没有错 是红色斑斑 红色斑斑 红色斑斑之前被 绿色巨物霸给造了个生活不能治理 不过当时他是狂暴状态对吧 狂暴状态 可能身体的抗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去找他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这个房间之前是被锁起来了 哎 看见没有 红色斑斑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房间 哎 我聊斑斑 那么之前我们应该还看到了 白色斑斑呢 哎 没有看见白色斑斑 绿色巨物霸呢 哎 也没有看见 这怎么一回事 这跟预告里面 退款 退款 对吧 哎 这是什么 一张纸条 亲爱的妈咪啊 我们有一个最棒的party 有水母哥 橘色的房间 橘色的房间里面应该就是关着水母哥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是去找红色斑斑聊聊天了 看一下红色斑斑 开门 开门的时间有点慢 我们看一下红色斑斑说什么 我认识 whatever happened to me whatever I tried doing to you just know it wasn't actually me I was forced to obey without much thought I tried communicating with you from afar for a reason Now you know the true reason why Still I want to make it up to you The queen filled me in on the situation with the elevator I want to help with that I feel much more in control now I'll come help you find the missing pieces of the elevator I just need to rest for a little bit and I'll meet you at whatever that station is I'll make it up to you 上一次看见水母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灯一点点的打开 我看一下宝贝 那里有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上不去 上不去 水母哥的眼睛呢 我看一下 水母哥的眼睛呢 水母哥受伤了 你看他的身上有那个烧焦的痕迹 这是水母哥的眼睛 眼睛闭起来了 但他说水了说的好小 这里可以把他叫醒 这应该 这应该是在救治水母哥吧 而不是在 洗手他 是不是 这么多对话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收看 这样来我们应该会去与红色斑斑一起冒险 去寻找新的点梯的零件 喜欢的话请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